被問到結結巴巴 甚至神情顯得有點尷尬 恐怕就是因為郭志輝 近日對核電等相關議題發言 前一天才被黨內質疑 甚至讓卓榮泰不得不出面表態 更深入的交換意見 立場已經非常的一致 卓榮泰趕緊出面緩加 因為傳出六號宴請立委的餐序當中 對郭志輝上任後 關於核三研議等公開發言 多所質疑 甚至要求把話講清楚 但不等郭志輝講完話 台下的立委立即不耐煩的搖頭 匕首是直說這樣講不行啦 不要講什麼前提原則 你這樣會被外界斷章取義 但有立委當面問卓榮泰 非和家園立場有沒有改變 場面一度相當尷尬 從大老闆到經濟部長 郭志輝上任至今 總算學到必須跟黨內多溝通 才能避免爭議發生 成為執政黨破口 三立新聞林舒遣楊紫玉 台北報導